云林县一名男子听到了父亲疾病送医 当时他正在喝酒也顾不了 马上开车飞奔前往医院 结果因为他是酒驾开车 自撞电线杆 把车给撞毁 自己也受伤送医 父子两人在急诊室相见 爸爸经过急救 情况已经好转了 反倒是看到自己的儿子车祸受伤 难过的说不出话来 爸爸那他头部有撞到 所以有疯了急诊 急诊室内 苏信老父亲因为血糖身高昏倒撞伤头 家人还在一旁等待时 另外一床推进来的伤患 竟然是他的儿子 他因为车祸受伤也被送进来了 儿子刚刚已经到我们的手术室里面 去把他的那个急救室 去把他的那个伤口 去做一些缝合的动作 所以儿子跟父亲是隔着 就在隔壁而已这样子 原来从事土木工程的苏信男子 前一天晚间在家喝酒 半夜十一点多 得知父亲因为血糖身高昏倒 又撞伤头部 他担心父亲的病况急忙开车上路 没想到因为酒驾 途中又一次低头要找手机 导致车辆向右打滑 撞上路旁电线杆 车头半毁 他的头部和四肢也受了伤 苏信男子的酒色值高达1.118毫克 在警局坐笔录时还痛得坐立难安 幸好父亲经过治疗 情况已经好转 只是男子因为是酒驾累犯 除了要被罚钱 吊销驾照 还让父亲担心 更让他觉得过意不去